大家好 我是文瑞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5号 前段时间我谈到了韩国的经济问题 我谈到韩国经济目前并不是很景气 但是我觉得和韩国的经济问题相比 目前韩国社会它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造成的撕裂 这个问题是更加严重的 目前在韩国社会就是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 主要分为两大势力了 一个势力是保守势力或者我们叫保守派 一部分一个势力叫进步势力或者叫进步派都可以 这两个势力的分歧就是我刚到韩国的时候我就有感觉 但是那时候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最近这些年特别是朴槿惠被弹劾前后 一直到现在整个就这两个势力 他们这个矛盾越来越严重 它不仅仅体现在高层政治层面 它也体现在民间 普通老百姓也会有不同的想法 而且同时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然后今天我谈这部分内容 我会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我谈一些现象 就是我真正遇到的一些事 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看一看在这种撕裂 在民间和在高层的体现 然后我会谈一谈 这两个势力他们的想法主张 到底有什么不同 然后最后我会谈一谈 就是这两个势力他们的来源是什么 然后今天我讲的那种 应该说只讲一些表面 比较简单的那种 大家了解了解就可以 因为讲的太深 可能大家也不感兴趣 可能大家也听不明白 因为很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和人 大家也都不知道是谁 我就尽量聊得浅显一点 大家知道这么多 我看就算是已经很了解了 对韩国 我先讲一些故事吧 就是有一次吧 我就到一个企业去讲课 给一个高管上课 然后我们俩就聊天 聊着聊着吧 就聊得比较高兴 聊到什么呢 聊到韩国的电影 聊到韩国电影 大家知道这些年韩国电影拍的是挺不错的 对吧 他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很多人也很喜欢 然后我就聊到了一部电影 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就是辩护人这部电影 然后辩护人的那个演员 叫宋康浩 我也非常喜欢 他的演技非常好 这是大家公认的 然后我说着说 梅菲斯我再说着呢 然后他就跟我讲 就是企业高管就跟我说 他说这话吧 你在我这讲 没什么 咱们关系都很不错 你到外面跟别的韩国人讲的时候 你要小心一点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很吃惊 我说这部片子 从外国的角度来看 那是非常好的一部片子 他说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演员宋康浩 按照他的话讲 就是属于进步势力的演员 他就是带有进步思想的演员 然后电影上他反映的主人公 他反映的就是陆武炫总统 他年轻时候的故事 陆武炫他是有代表性的进步党派的 选出来的总统 他说如果你要是到一个有保守思想的韩国人面前 这么讲的话他肯定不高兴 我说是吗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挺吃惊的 在电影领域他都有这样的就是进步以保守之分 然后他就接着跟我讲 他说当时的这部电影是2013年拍的 2013年拍完以后就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然后保守势力就坐不住了 保守势力在2014年也拍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什么呢 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 这个电影拍的也非常好 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 大家对韩国电影可能像釜山行 什么辩护人什么出车司机 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 但是这个国际市场 大家不一定知道 这部电影在韩国当时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然后这个主管高级主管就跟我讲说 国际市场就是保守势力他们拍的 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反正他说反映了整个韩国社会 从以前很穷的状态到最后发展的很好的 这种很大的变迁 主人公他经历的那些事等等 跟我说吧 这部电影也被称为韩国的阿甘征传 大家可以看一看 总之他就跟我讲 在这个电影领域也有这样的很细腻的这种 进步与保守的这种势力区分 我当时听了以后 就是心里面也是蛮吃惊的 然后到哪说话我就更小心 我也不知道跟我说话的人 他到底是属于哪个势力的人 他到底是什么想法 除了电影这个领域外 在这个媒体领域 这表现的就更明显了媒体领域 就是我呢就是一直经常看一个电视台 叫JTBC电视台 这个电视台他的社长也是一个主持人 他的口才特别好 对吧 思路特别敏捷 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说点什么东西 虽然以前我韩国语不好 但是我也挺喜欢听他说 但是现在我也是非常喜欢听他说 但是假如说这番话 我要对一个保守势力的人讲的话 因为这个电视台 它是有这种进步势力的特点 我要对保守势力的人说 我说我喜欢这个主持人 那这个保守势力的人肯定会不高兴 他就会对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说法 然后同时呢 我还喜欢的一个报纸是什么 是朝鲜日报 特别是朝鲜日报的中文版 我特别喜欢看 它里面有很多内容 我觉得说的还办的挺丰富的 然后比如说我说我喜欢朝鲜日报 肯定有一些这个 朝鲜日报它就是典型的保守势力的媒体 那我要这么讲的话 那进步势力的一些人士肯定会跟我说 保守朝鲜日报都是很多都是假话 你不要看等等等等 会跟我这么讲 总之吧 就是这种事情 我不是说凭空想象 我都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在媒体领域很明显 就是这样 然后呢 除了媒体里以外 就是进入到家庭当中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故事以前好像说过 今天我再仔细聊一聊 就是我们家呢 有一户喊 就是和一户韩国人家吧 关系非常好 这户韩国人家呢 他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呢比我小 大概四五岁吧 就是我对他的印象 我就感觉这个女孩 一直都是很温和的 对吧 很那个就是文静的那样一个女生 然后有一天呢 就是在朴槿惠被弹劾前后那段时间吧 他们家到我们家来玩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他母亲就说 说这个朴槿惠啊 就是挺可怜的 然后说了一些 然后我就看那个 这个小女生 这个她的女儿啊 马上就不高兴了 马上就翻脸了 说妈你知道什么呀 走走走走走 然后说了很多 就是意思他妈说的不对 朴槿惠就是没有那么可怜 如何如何 当时我挺吃惊的 为什么在韩国社会 为她这种长幼有趣的这个观念 是深入人心的 对吧 你对母亲说话 这么讲话 其实是非常 在韩国社会是很难被理解和接受的 特别还是你在外人面前 对母亲这么不友好 对吧 这样生气的讲话 这是让韩国人更无法接受的 然后呢 还是什么情况呢 是在我觉得一直一个 一直是一个很文静的一个小女生 当着外人的面对他的母亲生气 对吧 所以我当时很吃惊 然后呢 我就非常能够深刻的去理解韩国社会 因为意识形态的这种不同 进步和保守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 而造成的这种撕裂呢 已经进入到了家庭 就是这样 当时在朴槿惠被弹劾前后的话 很多家庭 父母与子女之间 夫妻之间 对吧 甚至兄弟之间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关系搞得非常不好吧 这样的事情也很多 包括现在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次 我也认识 我也认识一个韩国人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韩国人素质挺高 学历挺高 也挺聪明 挺聪明的 各方面都挺好 很文明啊 很温和的一个人 我在跟他聊 聊到这个朴槿惠的时候 我就这么说 我说朴槿惠总统 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下台 我这么一说 那个人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可能是 他的思想可能是属于进步思想 他就跟我说 他没有资格当总统 你不要叫他总统 那我说怎么叫 他说 你就直接知乎姓名就好了 我说 那在韩国 他毕竟是民选的嘛 对 毕竟他年长了 怎么能知乎姓名呢 他说你就知乎姓名就可以 然后呢 你就 甚至你就不要叫他的名字 你就直接说 那个女人就完事了 我当时就很吃惊 就其他的时候 我们之间交流吧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文明的人 非常好的人 但是一旦是一条意识形态 他的这个表现马上就变了 我在韩国社会吧 就接触很多人啊 就经常是这样的 就去企业 跟一些企业人士沟通的时候 你聊别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都很平和 一旦聊到了意识形态 然后呢 他呢 在聊到他不喜欢的意识形态的里面的某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两方都是一样 那表情啊 完全就变了生气 甚至开始骂人 就是平时他们完全不会骂人的 他在那个时候他也会骂人 就特别的那个不一样 你知道 我当时就觉得哇 这意识形态好可怕 我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他们知道我是刚刚加入韩国国籍 算是新移民吧 他们就马上希望用他们的那种理念影响我 然后把我的拉到他们的那个理念里面去 其实我呢 是现在可以做到这点啊 我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判断事情呢 就看 就用道德来衡量 对吧 有人跟我说那你不是总说中国政府吗 总说中共如何如何 我就是用道德来衡量 我看做的对还是不对啊 对吧 这么说吧 就是你不论是支持中国政府也好 你反对中国政府也好 你到我这咱们都能成为朋友 只要你能理性沟通 我完全能够接受你 没有没有关系的 就是我就是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现在我能做到这一点 好 咱们再把话拉回来 这是在民间层面 我们看到的这种撕裂 到高层 到这个政治人物这个层面的话 这种撕裂就更加的明显了 现在打开电视台一看吧 我都不看电视了 就是那些新闻 我的天 整天 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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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复杂 但它复杂 虽然复杂 但这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两种进步和保守势力的这种观点的不同 不断的因为这种矛盾 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 我也不想多说吧 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事 说一个事吧 这事可能大家能多少还能了解一点 就是在韩国有个政治人物叫黄教安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物 黄教安 我这么说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给大家再深入的聊一聊 当时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以后 然后文在寅不是马上就当总统 中间有一个过渡期 这个过渡期 就是由朴槿惠时期的国务总理 然后来代行总统之权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黄教安 黄教安就是朴槿惠时期的国务总理 他就是代行过一段总统权力 后来他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去年他参选韩国的最大的在野党 就自由韩国党的这个党首的竞选 他最后当选 当选以后呢 有段时间他就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呢他把头发全都剃了 头发全都剃了 这个在韩国就是 在政治人物当中 就是他为了表现他那种强烈的不满的时候 会这样做 然后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 就是绝食绝食了八天 最后昏迷了 被送到医院去了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反对啊 国会要通过的几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 别的我就不说了 就说其中一个吧 这一个法案叫什么法案呢 我大致说名字很长 就是要通 就是这什么法 就是通过 就是对于高级公职人员的搜查处 建立 建立对于高级公职人员搜查处的这样的一个法案 就是对这个对于高级公职人员搜查处 一旦建立以后呢 他就对这个警方和检方有这个优先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一些高级高级的公职人员也好 低级的公职人员也好 以前调查的话呢 只能是警方和检方来介入 但是这个搜查处一旦成立以后的话呢 他们就对检方和警方有优先权 这样的话呢 现在在这个国会当中呢 就是进步势力呢是占上风嘛 包括现在这个执政党也是进步势力的执政党 这样的话呢 这个保守势力就是自由韩国党 他们就担心这个搜查处一旦成立以后呢 对他们不利 所以呢就是这个黄教安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反反抗 但是反抗也没有什么效果 现在也是通过了 这我只举个一个例子吧 就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对吧 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部门 很多很多的人 每天打开电视新闻就是这些事 所以我现在也很少看 但是我看一个屏盖就完事了 总之吧 我刚才谈到的都是现象 就是在韩国社会这种撕裂的现象 我刚才 其实我所讲到的这些吧 其实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说 真正的那种撕裂其实是很深刻的 然后呢 那有人回了 那这两派势力他们到底有什么主张不一样呢 到底差异在哪呢 这个差异要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对于北韩的态度的不同 这个进步势力呢就主张对于北韩呢要采取这种怀柔的政策 对吧 要给他们一些物资帮助他们和他们保持这种比较平和的关系 保守势力呢就希望就觉得什么呢 我们应该强硬的对待北韩 对吧 然后呢 通过各种强硬的方式 让北韩的这个整个政权瓦解 就是这两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当然了 谈到这一点可能有人会说就是包括现在的文在寅政府好像说对这个北韩 有人说是一种绥靖政策吧 这个呢我也跟这个进步势力的一些人谈过 他们说什么呢 这个绥靖政策吧 是在二战时期大家了解的比较多了 英美对于德国的这种绥靖 那这些人他们觉得呢 就是北韩也没有也不是什么那种德国那么强的国家 对不对 他们呢整个生活的状况境遇呢 不好的话 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他真的可能就是会做出一些事情来 你给他点东西 对吧 让他稍微过得稍微好一点 可能大家就能就是平安无事的相处 这是一个浅显的说法了 一些进步的人士跟我沟通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保守市的人就跟我讲说什么呢 那你们给他们那些钱物资 他们会到老百姓手里吗 不会到老百姓手里 肯定会被拿去做这个武器开发 对吧武器研究 对不对 最终这些武器呢还对着我们韩国 对吧 总之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意见分歧吧 你听谁的呢好像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呢 反正我就是尽量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了 就这个事儿 还有一些他们主张不同就是什么 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这个保守势力吧 他代表的是这种大企业 对吧 有钱人的这种利益 不是说百分之百代表 就是他政策会往那方面倾斜 然后那个进步势力呢 一般代表一般普通的民众的势力 政策会往这方面倾斜 这个也是不同 那有人可能会论他们对于这个中国政府 对于中共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 以前有没有不同吧 这个我不想多说 但是我现在走到今天 我看他们对于这两个势力 对于中共好像没有什么态度上的不同 都很想要积极的跟中共 跟中国政府搞个关系 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因为什么呢 就是利益吧 韩国对于中国的这个出口 占整个韩国出口的25%到30%这个样子 不论谁当政都想跟中国政府搞个关系 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然后呢 那就是咱们接人往下谈 就说他们这两种势力的来源是什么 来源其实我跟很多韩国人谈 很多韩国人说的说法也不一样 然后我就把这些说法总结一下 跟大家沟通一下 来源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从1910年到1945年 35年的日治时期 1945年日本投降走了以后呢 当时在这个韩国吧 有很多就是很积极的配合日本政府 那样一批韩国人 他们成了警察 成了公务员 对比他们获得了很多利益 然后甚至买了土地 获得了很多资产 但是呢 那么这批人呢 在就是李承晚 上台之后 成立大韩民国 有这些人没有被 就是 没有受到一些不好的对待的 反正就是那么 很平顺的就过去了 这些人他们那些资产呢 可能还拿着 他们做警察呢 还是做警察 做公务员 还是做公务员 但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 小的一些处罚之类的 但是整体上就是那么过渡过去了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因为在日制时期跟日本的关系很好 他们掌握了很多很多的资源 然后呢 有人说这批人他们就是保守势力的一个基础 最开始的发端 这是一种说法了 我只是转述了哈 然后呢 就是说朴正熙上台以后 他们开始通过国家的力量 大力发展这个韩国的这些企业 什么三星 现代 大宇 LG等等 然后这批企业呢就发展起来了 发展起来以后呢 就很多人就富起来了 对吧 那这批人呢就非常非常多 他们呢就是这个保守势力的这个基础了 然后在同时的话呢 就是当时朴正熙是独裁性质的这个政权吧 然后有很多人就是进行民主化运动嘛 这些民主化运动 这批人呢 他们就是那个进步势力的这个前身基础 这样 那你说这个亲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日治时期 和日本关系比较好的那批人 在韩国被叫亲日派啊 这批人亲日派和这个后来一个大企业 形成的这个保守势力 他们之间有没有是不是完全一致呢 我觉得有重叠吧 他好像也不完全一致 因为这个书法很复杂了 对吧 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个梗概 大家只参考一下就好 然后呢就是还有什么 就是在朴正熙当政时代呢 他就是积极的发展 他的故乡 他的故乡是在青上道嘛 他就积极往那方面去发展 投资啊 包括用人呢 都是往那个方向发展 所以大家到韩国你就知道 青上道发展的是非常好的 像釜山的卫山的都是大的这种码头工业基地 包括什么很多很多地区发展的很好 像龟尾啊打球发展都很好 但是相反的话呢 就是全楼道这边 发展的就并不是很好 主要是农业产区了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这个庆上道这边 他是他这边 他是一个天然的就是保守势力的票仓 然后呢全楼道这边呢 他就是天然的这个就是进步势力的票仓 这个也有一些区也有些区分哈 对吧 很多这个像比如像金大中 他是第一个进步势力的总统 他就是全楼道人 对吧 这也有一些区分吧 就总总之这个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来源呢 就有从亲人派开始包括大企业对吧 然后呢包括庆上道 这个比较明显特点 然后保守势力 进步势力的话呢 主要就是全楼道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民主化运动的这批人 这个是进步势力的这个来源 总之吧 我就讲这么多哈 讲的呢其实很多在韩国的朋友哈 如果他们对韩国比较了解的话 他可能会说 不是你讲的太肤浅了 讲的太小儿科了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我不想把这个事说的太复杂了 说太复杂 大家也都听不懂 大家了解这些就够了 然后如果我说的有错的部分 对韩国比较了解的朋友可以给我留言 然后咱们再一起来这个学习就好了 这些就是韩国这个国家虽然很小吧 但是他整个的这个故事非常多 事也非常多 慢慢整理一下吧 然后把这部内容一点一点给大家呈现出来 好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